欢迎来到晨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杨颖的六岁,迪丽热巴的六岁,刘亦菲的六岁,都比不上她的六岁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请大家欣赏的文章是 杨颖的六岁,迪丽热巴的六岁,刘亦菲的六岁,都比不上她的六岁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发言,给小编带来更多的意见,也祝大家天天开心幸福哦 杨颖的美貌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吧 由于她外表美丽,谈吐得体,因而女神是大众对她较为普遍的评价 杨颖通过电影《全程热恋》开始了从模特向影视演员的华丽转身 现如今已经是偶像明星了 六岁时的杨颖看起来和现在的样子五官极为相似,大家觉得一样吗? 迪丽热巴五官精致,身材高挑,并颇具表演天赋 她实力与偶像兼具,是最被业内看好的小花旦之一 六岁的迪丽热巴看起来和现在的样子几乎是一模一样 从小就是美人胚子啊 刘亦菲清纯灵气,气质独特,具有典型的江南女子气质,让人过目难忘 她被评为最有仙气的古装女演员 但私底下的刘亦菲给人以随性亲切的感觉,像是邻家女孩 六岁的刘亦菲已经是个令人惊艳的美女了啊 佟丽亚的脸蛋无可挑剔 大眼睛,高鼻子,刮子脸,还有两个小酒窝 隐约可见的小虎牙在笑起来时更为她增添了几分可爱 同时,佟丽亚还被誉为360度无死角美女,并拥有古典美人的意味 六岁的佟丽亚已经开始训练舞蹈了 看这身板真的是太厉害了啊 大家觉得呢? 还不赶快来评论区留言 期待你的神评论区 向左事件深度解读 女明星想嫁豪门,一定要多和方圆学习 向左报出绯闻事件之后,在网上发酵得挺厉害 老婆郭碧婷,才刚刚生完二胎 在恢复之中,怎么就出了这样的事情 其实,从大家的反应上来看 都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没谁会觉得是什么大问题 即便向太初来澄清,用所谓的大姐姐来做借口 网友们也是根本不相信的 最关键的还是郭碧婷本人的态度 事发之后,郭碧婷也是把自己的微博清空了 估计是网友们的留言,让她相当的无语了吧 其实,向左和郭碧婷的结合,很多人当初就并不看好 郭碧婷不适合嫁豪门,她适合嫁到一个有温暖,有爱的家庭 向对郭感情并不深,向来也不是老实人 主要是向太看伤了郭,当初那个综艺都是向太有意安排的 郭也知道,郭和向性格思想差别很大 不过郭老师还是选择嫁入豪门 所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郭碧婷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她本人很喜欢小孩 觉得合适,而且婆婆喜欢自己,又是豪门,又是买农场送她 就跟很多普通人一样,就是被催婚了,自己年龄又大了,又想要小孩,所以结婚了 但郭碧婷明显没有做好嫁入豪门的心理准备 毕竟你享受了豪门的光环和金钱,资源,肯定是要有不少付出的 在这方面,这些女明星们,真的要和方元多学习学习了 方元和郭富城结婚五年,也是有两个孩子 但这对夫妇却从来没有传出任何的不和,感情非常的稳定 而方元对自己的定位也是很准确,就是做好嫌内住 至于郭富城在外头的事情,根本不管 郭富城看上她的应该是听话吧 我感觉她应该是能在家好好带孩子生孩子的那种 以前小网红现在这种生活应该很满意,很容易满足,挺好的 婚姻不就是各取所需?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吧 虽然过分手时候比喻用得不太好 可是事实确实如此,女方嫁入豪门,肯定是要牺牲一些的 应该这么说,天王找什么样的老婆,她们自己开心幸福就好了 像方元这样的,白天送女儿上学,中午闲暇找个自己喜欢的地方拍个照 休息一下,晚上陪老公,相夫教子,至于老公其他的事情,就随她去吧 这样的处世哲学,相反对于婚姻还是挺好的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行性会尽可能多的占有磁性,以更好的传承自己的基因 其实这个出轨不能看有钱没钱,有钱人出轨的多的是,没钱的出轨也多的是 对向左来说,男方已经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了 对,回归之前的生活模式罢了,女方也只能忍了 有勇气架这样的人家,也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吧 事实上,人性都是喜欢多吃多占的 只要有可能且自认为风险可以承受,大家都乐意把喜欢的东西据为己有 成功人士的区别是有更多的资本 只能说,没发现之前都是好男人 哪有男人不爱美人,只是金钱,权势和社会影响等因素限制而已 反倒事业不怎么样的很难出轨 一是天天996没时间精力出轨 二是经济压力大,有一大家子没钱出轨 所以,嫁入豪门的女星,还是多学习下方圆 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上纲上线的肯定没好处 相反正一只眼闭一只眼,婚姻到事会长久稳定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